現在我們越來越體會到川普是一個談判高手 他態度強硬 而且多方施壓 而且以第三方向墨西哥等等來壓中國 而且他也與歐盟打針協議等等 等於是廢了WTO 如果美國 加拿大 歐盟 墨西哥 日本等都達成自由貿易協議 就等於是廢掉了WTO 對中國實際上是福底抽薪 現在中美是互衛第一大貿易國家 如果把歐盟這樣的貿易集團不算的一個國家 中美是互衛第一大貿易國家 但是美墨協議的達成有可能改變這種情況 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很有可能成為美國的第一大貿易國 或者說重新成為美國的第一大貿易國 不過我還是認為川普實際上從外部倒逼中國的開放 中國十八屆三中全會實際上也做出了深化改革開放的一些決定 只不過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 最好被那些全會集團國有企業給架空 改革沒有辦法進行下去 現在實際上正是中國改革的一個大好時機 因為如果不改革 中國已經沒有路可走了